蓝绿两党正加紧布局年底的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 今天下午国民党正式提名四位女县市长参选连任 营造女性力量大团结的气势 国民党中常会今天通过提名 宜兰县长林茨庙 云林县长张立善 张化县长王贵美 嘉义市长黄敏慧参选连任 由于目前台湾疫情严重 四位县市长均通过视频方式与会 宜兰县长林茨庙自今年1月起陷入土地开发弊案风暴 民进党当局侦查动作频频 外界认为将冲击选情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今天的中常会上 痛批民进党政治打压 表示会捍卫林茨庙的权益跟清白 民进党因为没有办法超越林茨庙 因为没有办法赢过林茨庙 就动用司法为手段的政治打压 让大家感受到严重的疏杀的区别 本党也成立了相关的律师团 一定要捍卫林茨庙所有的诚意跟清白 我也相信宜兰县里绝对是眼光是血量 与此同时民进党今天终止会后 也正式提名部分县市的候选人 其中云林县明代刘建国参选云林县长 台立法机构副负责人蔡其昌参选台中市长 不过民进党在这两个县市民调都不高 此外国民党今天还召开记者会指出 蔡其昌曾以台立法机构负负责人的身份 向相关机构发文 关切贪腐法官胡锦冰的假释申请 蓝莹痛批蔡其昌是贪官守护神 民进党推出这个人选 根本对不起台中市民 第二个县市民调查文 感谢观看